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猴子吼 那我也還蠻喜歡 因為猴子有一點通人性 猴子又稱之為齊天大聖 而且他隱喻 他授與天祈 那其實授與天祈 過去我們說 這西遊記啊 其實他在隱喻著什麼呢 到底這個世界上 誰授與天祈 就是說你對這個人類有貢獻 對文明有貢獻 例如說蘇東坡授與天祈 文天祥授與天祈 也就是說他們的文學作品 他們的藝術作品 一直不會隨著政黨的輪替而 覆滅掉 因為他是人類共同的瑰寶 他們的創作 他們留下的典範 一直被三三四四被人所懷念 這是真正的齊天大聖 他們才是授與天祈 這一隻魚他普通潛到這個水裡面去 那中國畫很有趣 他不需要一定要畫藍色的水 你只要把它畫成這種情境 人家一看就知道 他潛到水裡面 所以在因為 東方人文他用的是一種異像空間 我們稱為血液化 那稱為血實化他可能就要表達說 這是水你要把它塗藍色 但血液化他完全是一種異像造型 也是一種異像美感 他一看到我們人叫做彗星一笑 就完全明白了他普通到水裡面 映日遙風 那這是一種叫做 也是一種水鳥類的叫醍醐 有一種水鳥叫做醍醐 嘴巴比較大一點點 那後面用了這個紅楓葉 那這個紅楓葉他在膠搭裡面 落了一個楓葉這樣落葉飄飄 可以體現出他一種浪漫的一個情境 所以有一種搖風感覺風一吹來了 所以這個一掉落一片葉子 的一種情境跟情調 要從中表達出來 這個是兩條魚在水仙 在水仙 因為水仙其實是在水塘邊 那我寫著 魷魚化龍氣吞江河 就是說你不要小看他現在是條小魚 但是未來 魷魚化龍 所以叫魷魚化龍 那又可以 氣吞江河 百花增豔 唯我稱仙 所以百花雖然增豔 但是花裡面被稱為仙的 就稱之為水仙 所以叫做魷魚化龍 氣吞江河 百花增豔 唯我稱仙 用這個畫面來隱喻 用畫面來隱喻 我們都不要去小看任何一個人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無限的可能 包括自己都不要去妄自菲薄的意思 作詞作詞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